大埔寶湖花園 大家好,我是Dolophy 我今天想和大家講關於1993年 在大埔軍動一時的詐詩案 兇手到底用什麼冷血的方法去處理屍體? 為什麼只是半監六年? 原來和他的悲劇身世有莫大的關係? 今天就等我和大家去剖析大埔寶湖花園的詐詩案 在1989年,大埔區的臨時街市蕭納店的老闆羅福成 認識了一個給他年長13歲的錢燕河 還一拍即合 錢燕河和前夫有一個女兒 離婚後,他就一個人帶著孫女去生活 兩個人很快日久生情 還發生了婚愛情 羅福成為了方便偷食 還跟他老婆鍾彩娟說 說錢燕河是他的親戚 然後在寶湖街市 開始了蕭納分店被錢燕河打理 淘不知情的阿娟 和錢燕河有一個非常好的關係 還經常互相關照對方 就這樣持續到1993年 錢燕河因為經常和其他檔主說自己是羅福成的老婆 然後這番說話很快就傳到阿娟的耳中 兩人的姦情終於被人截破 阿娟就立即要求羅福成不可以再幫保護分店較早 於是失去資金支持的錢燕河 認為分店不續約是阿娟的意思 想將自己趕絕 他不想失去工作 失去收入 甚至失去羅福成 所以他約阿娟出來 當面對質 這裏就是保護花園的B座 當時16樓某個單位就是案發現場 同年的7月5日 錢燕河帶了她的孫女在蕭納店等候阿娟 然後哄她上的士 再帶她回保護花園的住所對質 上了屋之後 錢燕河要求阿娟不要取消她蕭納檔的牌照 以及給她一萬元交租 但阿娟當然不肯付錢 大家一直都傾不起來 一時激動的錢燕河用水果刀弄傷了阿娟 受傷的阿娟就立即逃走和大叫 錢燕河由於怕她反抗 將她綁在椅子上繼續爭執 當她們愈醜愈激烈的時候 她在乘急之下 將阿娟辣死了 當她辣死了阿娟之後 她沒有立即處理屍體 而是用一條很長的布蓋住屍體放在家裡 第二天錢燕河若無其事地回蕭納店主宰 但是因為昨天殺人的衝擊 令到她經常都哆哆軟 心不在意 平時很熟手的她 竟然在主宰的時候被油燙傷 當她處理傷口的時候 突然間靈機一觸 不如燒了她 再斬劍 於是她買了火酒和金銀衣紙回家準備 她首先在浴缸上鋪了一張棉皮 再將阿娟的屍體放入浴缸 在上面鋪滿金銀衣紙 淋上火酒再點火燒絲 望著阿娟的屍體被燒至不成人形 更加開始燒焦至分黑 整個浴室都充滿了燒焦脂肪的氣味 然後前燕河用菜刀將燒焦了的屍體斬件分屍 對於每日在燒納店斬燒尾的前燕河來說 手起刀落 將屍體斬件好像斬燒肉一樣 簡直是架輕就熟 前燕河將碎屍分成四代 還帶孫女搭的士去大報道金山郊野公園棄市 由於阿娟已經失蹤了一天 為了避免羅福成喜而心 所以前燕河冒充阿娟寫了一封信給羅福成 信入面表示 對於她在外面有一個情人感到非常不滿 所以離家出走 但是羅福成收到信之後一看 發現這個根本不是老婆的不職 覺得事態嚴重 於是就去警局報警 因為她懷疑老婆的失蹤和前燕河有關 警方立刻到前燕河的家裡進行調查 根據到達現場的警方描述 他們見到整個浴室 好像黑房一樣明顯被煙燻過 有燒焦的痕跡 以及濃烈的燒焦味 除此之外 在角落頭還可以見到少量的血跡 警方懷疑阿娟已經遇害 所以將嫌疑人前燕河扣押 但是前燕河什麼都不肯說 所以警方唯有直接去到事發的地點去搜索 但是因為程序上的關係 所以前燕河十歲的孫女一定要陪同在身 然後在搜索期間 十歲的孫女竟然跟警方說藏屍的地點 警察帶同孫女一起去大埔金山郊野公園 近石尼貝的水塘 下車後走了不太久 他就指著山坡下面說 就是這裡了 警方順著去指著的方向 見到三個膠袋 拿上來一看 結果發現有一截 由胸骨到頸的軀體 有一個明顯被火燒過的頭顱 以及一袋腸壯 但是有一些手腳的殘肢就不見了 當前燕河知道警方找孫女協助調查 他終於肯開口把殺人的過程一五一十地說出來 慈燕河說他不是有心殺阿娟 原本他只是想約他上家 看看他可不可以幫忙接濟 誰知過程之中吵起了上來 更加不小心殺死了他 這裡是大埔寶湖道街市 亦都是兇手慈燕河開銷納店的所在地 今天來到這個街市 跟其他街市有些不同 因為他周圍都有很多的吉舖 亦都顯得非常死氣沉沉 有三年 即是這裡發生的那一片落機 我都拿到來的 在家製造的 你… 但知不知道店舖在哪裏 在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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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真的誤殺 我們先不說 但是錢燕河的手法相當殘忍 他消失再肢解 真是很難令人相信 他本身並沒有任何惡意 但是令人意外的是 法庭沒有裁定他的謀殺罪 而是誤殺罪名成立 只是被判六年監禁 而死者的家屬 對於錢燕河 只是被判六年的監禁非常之不滿 更加去街上發起簽名的運動 要求律政署提出司法覆核 可惜最後無功而還 反觀大多數殺人之解的案件 都會被判為謀殺 但錢燕河為何判得那麼輕呢 是否因為他有精神病呢 雖然當時有精神科醫生為他辯護 說他是在有精神問題的情況下作案 但法院最後都沒有將他判入精神病院 一個如此特殊的判刑 真是令人廢解 有專家認為 這個可能與錢燕河的身世有關 他離婚之後與女兒一起生活 而女兒在17歲時結婚 而且亦涉嫌在摩星嶺斬死奶奶 被判坐牢 女兒都未出來 他便入去了 他的孫女仍然都需要別人照顧 所以這樣的家庭背景 就成為了法官一個考慮的因素 這件案內 阿娟其實都沒有想過 因為她丈夫的出軌會令她喪失性命 她死後的屍體還受到火燒和肢解 而她年紀很小的女兒 就永遠失去了母親 而錢燕河的孫女 更加在一個這麼小的年紀 就親力了生命中兩位最親的人犯下殺人案 她更加是一個非常無辜的受害者 直到今日 大埔的居民已經漸漸遺忘詐私案 過了這麼多年 寶湖花園街市依然毫無生氣 到底錢燕河出獄後 會過了一種怎樣的生活呢? 而她亦會不會去其他地方再開銷納店呢?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就記得LIKE和SHARE 如果有其他奇案或神秘事件 都可以留言告訴我 我就會為大家報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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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